副總統賴清德春節一連三天南下新春參加 二期後特地來到屏東合體拍摩灣 來給民眾拜年發紅包 那麼支持者搶著合照簽名 展現出高人氣 拍摩灣卸下縣長身份之貨 也經常在臉書發向日常生活 外界也好奇 不入閣 那麼未來他的規劃又是如何 謝謝 謝謝 新年快樂 支持民眾高喊總統好聽的副總統賴清德 大年初期回娘家來到臺南 新春敗廟 賴清德吉祥話聯發現場民眾大牌長龍搶著領紅包討個好兆頭 一連三天南下走春 賴清德還特地前往屏東 看到小朋友秒辨賴阿公摸摸頭親切問候送上紅包 一旁前縣長潘茂安瞻前顧候 還不適合賴清德交頭接耳 只是潘茂安卸下縣長身份後 也沒打算入閣拿他的下一步呢 現在自己才知道小編的辛苦 他現在當老編 然後現在都來整理一些衣服陪媽媽 我這三十年來第一次這樣有年假的時候 可以完全地陪媽媽 現階段就是把時間留給家人 潘茂安臉書剖出帥氣自拍自封老編 轉行當起部落客記錄生活 但談到二零二四潘茂安給自己新定位 在未來還有選戶系統的部分 以潘茂安前縣長而言呢 他是民進黨非常重要的人才 也是屬於一種戰將級的人才 相信一定有他的角色扮演 這話似乎也替二零二四潘茂安 能否扮演台教者角色 帶領民進黨贏回勝利 欲留伏僻 記者廖凱全廖偉紅採訪報導